您就先试试吧 谢谢师傅 弟子感激不尽 大家好呀 这里是第二说句 上一期我们讲到张艺芝想攀附太平公主 她打听到公主会在上元灯节看绝底戏 于是提前拜师学艺混进了戏班子 演出现场张艺芝故意跳上官吏台向公主靠近 李隆基保护姑母心切 直接一箭挑开了张艺芝的头套 露出了这一张酷似喧哨的脸 在扩别了整整二十年之后 我竟然又一次见到了她 这本应该只属于梦 对不起 血 让您受惊讶 脸着她光洁的面孔舒缓的下滑 仿佛是惊醒的记忆 惊慌挤出的一滴心酸的泪水 这不可能 这真的不可能 蠢告诉我 这是幻觉这是假象 可是你也看见她了 不可能 她死了 她真的死了 她死在我的怀里 难道她还活着 难道她复活了 血公子她还真的活着 不错 我看见她的脸了 蠢 我的眼睛没有撒谎 走 我们现在就走 我们去找她 我们去西班子找她 公主多年来积攒的情感 慢慢舒展开来 她又惊喜又疑惑 急急忙忙去寻找 这个薛少的幻影 恍惚间 她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 变成了那个 向着自己心爱之人 奋力飞翔的太平 然而公主扑了个空 张一只欲情故纵的把戏 玩得很溜 她提前一步离开了西班子 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这么神秘的一个人 让公主欲加好奇与惦记 人还没见到 却已经开始对她上瘾 师父 如果您再碰见她 请她到我的府上来找我 告辞了 行 公主放心 这一切 郑重张一只下怀 可张一只并不满足于此 她的终极目标是权力 公主不过是因为 距离权力更近 才会成为她撩动的目标而已 你看看吧 这就是薛少 是全天下 最找咱们公主喜爱的人了 天助我爷 真是天助我爷 我说公主看我的眼神 怎么这么痴迷 原来我就是薛少 薛少就是我 还有这个 长相守 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对啊 长相守 是咱们公主 最爱弹的曲子 据说 薛少生前 也最喜欢听这首曲子 如今这首曲子 也是宫里最流行的情歌了 同时呢 这首曲子 也是她们婚姻 最优美的纪念 每当公主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 仍然禁不住 泪眼淋漠 还有件事你办了没有 还有什么事 把我推荐给五皇啊 什么 你不是喜欢太平吗 是啊 可那并不意味着 我就不能喜欢别人 记住 你我要让每一个人都喜欢 因为 我们最终喜欢的 是美好的生物 那 那好吧 我有个机会 一定赶你去 张义智 薛少 薛少 张义智 两个多美的男人 被薛少幻影 击中头脑的太平公主 每天穿梭在闹市街巷 找寻她的下落 终于 在长相守熟悉的旋律中 她被引到 心心念念的薛公子面前 毫不知情地 自觉自愿地 落入张义智 精心背下的圈套 他不是薛少 尽管她们有着 惊人相似的眉眼 以及同等明亮的面孔 然而她脸上的光彩 却更显得惊异而原属 我无法一直自己 洞察她的热情 我又一次变成了 二十年前 那个目光热辣 而勇敢的皇家女孩 你是谁 在相 张义芝 从哪儿来 宁州 江南小镇 来长安做什么 是偷亲 还是流浪 本来 本来 是想到长安闯天地 但来了以后 把这流浪 更有意思 公子 你住在哪儿 芙蓉客栈 你是否参加过 太子学堂的考试 是啊 但是去晚了 没赶上 为什么晚了 因为当时还没有想好 现在呢 想好了吗 想好了 那好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对不起 您理解错了 您理解错了 我是想好了 不再参加考试了 为什么 请问您是 我是太平公主 亲公主 受在下不敬之罪 受在下不敬之罪 在下 告辞了 等等 八月十五 请阁下到我的府上赏月 我请的都是历年上榜的才子 你是我请的第一个契考的人 谢谢公主 公主开宴 张一芝不出意外的爽月了 势而复得 得而复失 两度上眼 玩失踪 掉足了胃口 让公主欲罢不能 我在等 怀着前所未有的急切 以及某种程度的恐惧 我多么希望听见他破镜的脚步声 他会来吗 他不会来 他只不过是一个云游死方的游子 我为什么要盼他来 他谁也不是 只不过长着一张 酷似学哨的脸 可他的脸 那就是我的青年时代 我只想再看一次 一次足矣 公主再次抛下自尊 亲自登门到芙蓉客栈来找他 结果人去楼空 他走了 向我无数次 做过的甜蜜而伤感的梦 来去 都悄无声息 只留下梦醒后 令人心碎的遗憾 公主呆呆地抱着空气 怅然若失 公主不知道的是 张一芝其实并没有走 她就在附近 像猎人观察猎物那样 观察公主的焦急 紧张 失望 观察她坠入情网的一举一动 张一芝知道 公主已经沉迷其中 自己可以收亡了 公主没想到的是 她再一次见到张一芝 居然是在母后的寝宫里 她惊喜 诧异 羞愤难当 尴尬的面红耳赤 脚趾抠地 惊喜在于 自己踏破铁鞋 苦苦寻找的薛少幻影 如今就在眼前 触手可及 诧异在于 母后居然快人一步 把她收作了男宠 让她起个大早 赶个晚急 再次败给了时机 羞愧在于 自己明明知道 她不是薛少 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一头栽了进去 在母后和张一芝面前 疑态和分寸尽失 愤怒在于 张一芝明明知道 自己对她有益 还是毫不顾惜地 选择了母亲 面对自己时 也没有任何规避和歉意 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 公主原本以为张一芝 是个王维斯的游侠才子 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值 结果发现 是个匈无大志 恬不知耻的男宠而已 而她现身的对象 居然是自己的母亲 她感到自己 受到了严重的欺骗和羞辱 公主难以应对这种局面 没办法掩饰自己的情绪 她装模作样地 劝见了几句母亲 赶快抽身离去 武则天以为 这又是公主 在跟自己闹脾气 叹了口气 张一芝上前说 自己可以帮助皇帝 修复母女关系 于是 领了圣意的她 堂而皇之地来到公主府 接下来这一段 我们一起感受下 PUA圣手 张一芝步步为营的 嘴炮茉莉 你走吧 回到我母亲那儿去 公主以为男宠 都是些什么样的 男宠 男宠就是一些 工人玩乐 不学无术 不知廉耻的人 那公主以为 喜欢男宠的 又都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 其实公主知道 喜欢男宠的 都是些有权有势 精神空虚的人 我母亲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公主以为 在喜欢男宠的人当中 会有例外 那男宠也有例外 这么说 你就是那个例外了 公主以为 我是个不学无术 不知廉耻的人 我不知道 我会了解 请公主把灯吹灭 你说什么 我说 把灯吹灭 为什么 因为那样 我们就不会说谎 我真奇怪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一点也不奇怪 灯亮的时候 人就爱说谎 因为事实的真相 往往是最残酷 最伤人的 而在黑暗中呢 人就不必再有这些顾虑 因为在黑暗中 你看不到对方 受伤害的表情 你也不必直接去面对 那些失望 痛苦跟愤怒 所以 我请公主 把灯吹灭 这么说 我们两个当中 有一个人 今天注定要失望 或者受伤害了 这我不知道 不过 我希望我们都说实话 不管这实话 多么令人寒心 好 一言为定 只说实话 公主 那天为什么要去芙蓉客栈找我 芙蓉客栈 我没有去啊 我没到那儿去找过你 撒谎 你去吗 我在对面的酒室里全看见 你既然看见我了 那为什么不出来呢 我只想先弄清楚 你为什么找我 为什么会找我 我 我 我只不过想去看看你 为什么想见我 你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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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觉得你这个人 挺有意思的 撒谎 我们凭水相恒 连话都会说上两句 你哪里会觉得我有什么意思 其实我知道 你为什么去找我 因为我长得像薛少 因为薛公子是您迄今为止 唯一真正爱过的人 公主最纯 最美 最浪漫的少女时代 全都记在她一个人身上 而她的事业续 你凭什么盘问我 你没有资格提起薛少的名字 你跟我走 我再也不愿见到你了 好 我走 看来 我的判断是对的 我说过 我们中间有一个人 一定会受到伤害 公主 告辞 你回来 你怎么去 你不过 对 你不过 那真是 你不过 你的判断是 你认识爱公主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公主就更爱学生 因为你不确定你爱的人是否爱你 可是我确实爱他 他忠诚 他善良 他为慧娘宁愿去死 他是一个忠于爱情的男人 那应该是慧娘爱他 而不是公主呢 我 我对不起 我也对不起慧娘 是我害了他们两个人 我欠他们 所以公主想以爱来还债 公主以为什么是爱情 爱情 爱情就是两个人常相守 两个相爱的人 永远在一起 在一起干什么呢 如果爱情的目的只是终日厮守 那爱情又有什么意义呢 恕我直言 尽管在世人的眼里 公主成就了爱情 但是您的爱情就真完美了吗 就真的没有遗憾了吗 就如公主所言常相守了吗 难道爱情就只对死者和他人而言吗 那 公主你说 你认为什么是爱情 爱情 就是快乐 就是浪漫 就是此刻的融洽和幸福 就像现在 我所感受到的这样 公主 做起始人的一笔 也對 親公主看著我的眼睛 親公主 我可能愛上公主 從她進來的那一刻起 她就已經瓦解了 我對愛情的立場 關於她的一切是那樣的新奇 她的表情 她的身體 乃至她迥逸的魅力 長時間的孤獨令我喪失了判斷 我用著她 極其奇特的理論 沉沉地睡去 仿佛懷抱著血少的另一個靈魂 然而恐懼 卻隨著清晨的第一線光明悄然而至 我望著她熟悉 而又陌生的面孔 慌張地預感到 自己關於愛情的信念 正在被她 微笑著摧毀 第二天清晨 公主的侄子李隆基一早便在寢宮門外磨刀霍霍的練功 武健生驚動了公主 她清醒過來 對自己的一夜放縱後悔不已 她痛恨眼前這個酷似血少又不是血少的男人 她不過是個供人玩樂的男寵 憑什麼藉著血少的皮囊符合自己的心 她更痛恨自己 居然不爭氣地被一個男寵所引誘 這讓她在母親面前所佔據的道德之高點 荡然無存 不僅玷污了她的公主身份 更侮辱了她和薛少的愛情 令她對愛情忠贞的信念蒙成沾染污點 她覺得自己再也沒什麼資格被薛少所愛了 甚至連自己愛薛少都沒了資格 她的愛顯得那麼淺薄 蒼白不堅定 讓人輕輕一碰就破碎了 你害怕 害怕自己又一次墜入愛情 你正在慫恿自己 為過去的一樁不幸的婚事懊悔 而不顧摧毀眼前唾手可得的幸福 再迴避自己的感情 我想這是連薛少都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宣布 愛是你的自願 再一次的戀愛 並不意味著對過去的背叛 除了長相守之外 愛情有著世間最豐富的形勢 關鍵在於哪一種令你真正感到幸福 薛少不懂得这一点 所以她在伤害您的同时 也令自己饱藏了痛苦 最终只能以死来撩以解脱 所谓的长相守 你既然已经把她打碎了 那就 让她碎了 公主的理智只存在很短的一刹那 她太缺乏抚慰与关爱了 薛少在世时 她没有在婚姻中获得平等的爱 薛少一直苛扣对她的恋爱 薛少离世后 五游四的混沌不开王伟的蜻蜓点水 都没能填补她的情感空虚 这时 有人借着薛少的外壳来爱她 她实在难以招架 她决定放纵自己沉沦 同时怀抱一线希望 就算这不是真的爱 她也可以通过幻想 把她变成来自薛少的爱 公主对爱的渴求 开启了张一芝的欲望之门 张一芝的出身 使得她很早就懂得 如何挑起女人的好奇心和优弊的欲望 她用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就瓦解了太平长久以来固守的 关于长相守的爱情信念 她告诉公主 世间的爱可以有多种方式 除了被情主导 还可以被欲主导 爱情可以是天长地久 也可以是从今拥有 肌肤至亲也是亲 接下来这一段是大名公司的 又一名场面 红布遮掩加吹息蜡烛的情欲戏 据说这也是本篇两个编剧 打动导演李少洪时 所设置的情景 整个段落没有一丝漏点 不用牺牲任何演员 连个借位的吻戏都没有 画面非常环保健康 单纯依靠充满戏剧张力的对白 和古典油画般的构图 勾勒情欲场面 其余的让观众靠脑补来完成 实在是非常高级的处理方式了 红色的异象 也有着非常明确的色彩语言 它既象征着公主 被挑起的欲望 热情和迷醉 也象征着张力之上位之路的 诱惑野心和血腥 我看见了火 火是什么颜色 火是红色 红色什么感觉 是温暖 是热情 温暖是什么 温暖 是我很久已经没有感觉到 那恰恰是公主 以往生活中 最大的残缺 可未来 却是我此刻的心情 不要 为什么要把它熄灭 请 请把它点亮 您不是需要时间思考吗 您拒绝了我的心情 不 我需要的 请把它点亮 我要 我需要它 公主 温暖 也是充满情义的爱抚 只是好久 好久没有体会过 这种纯粹属于肌肤的真挚 爱 不仅仅是理想 它还是身体 与身体之间 最真诚的对话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公主 您能体会到 我的理性 都很刻薄和崇拜 这之后 公主天真的以为 她与张一芝已经锁定了情侣关系 她愿意相信 张一芝做男宠 服务他人是身不由己的行为 可惜 现实令她又一次失望了 这一期我们来聊聊大家都很关注的任务 张一芝 因为张一芝 张昌聪兄弟 在史料上是捆绑出现的 所以后面很多内容 我们会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讲 剧中 张一芝出身卑贱 母亲是青楼女子 因为听信了薄情良的哄骗 拿出钱财给对方买官 结果对方人一阔就翻脸 不认他们母子 母亲只好带着她继续在青楼过活 张一芝就在青楼长大 她见惯了声色全满的成人世界 见惯了所谓高贵者的卑劣行径 也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床位之间的隐秘 和勾魂射破的手段 污泥浊水的环境 渲染出张一芝扭曲的世界观 张一芝 憎恨抛弃他们母子的所谓父亲 憎恨像她父亲一样 道貌爱人的先生大人 达官显贵们 憎恨那些表面上举止高雅 满嘴道德文章 背地里满心龌龊 一肚子难道女娼的人 她憎恨这样的人 还同时拥有权力 盘踞高位为非作歹 而像她和母亲这样的人 因为身份阶级 社会地位的差距 因为没有权力 只能蜷缩在社会的暗影里 被动挨打受人欺凌 想想看 张一芝在剧中的童年遭遇 就不难理解她长大后的行为方式 张一芝 由于憎恨自己青楼私生子的出身 而憎恨带给自己这种出身的父亲 进而验证所有跟父亲相似的人 那些为了获取权力不择手段 凭借拥有的权力挥霍无道的人 她又报复这样的人 嘲弄这样的人 羞辱这样的人 来偿还父亲 和由父亲组成的上流社会 对自己和母亲带来的亏欠 其实想来也很吊诡 她本来是要报复和她父亲一样 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人 结果反而成了和她父亲一样 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人 她本来是要惩罚像父亲一样 把女性当上位工具的人 结果她也和父亲一样 把女性当成了报复男性的工具人 张一芝 与父亲有所不同的是 她只是贪图夺 占领和破坏权力带来的瞬间快感 并不是真心想拥有权力 她扭曲的心态和不成熟的政治手腕 使她最后死得很惨 我们在后面的剧情中还会看到 那么历史上的张一芝呢 比剧中的人物是要少一些 原生家庭带来的阴影的 首先从出身来说 张一芝是妥妥的官宦子弟 靠父辈的恩宴系统取势 入宫前也做着五品官 旧堂叔说她 白皙美滋容 善音律歌词 又有才又好看 和剧中一样 张一芝也是张昌宗推荐给武皇的 昌宗告诉武皇 自己的哥哥会练丹药 武则天既令召见 甚约 与剧中不同的是 公主并不反对母亲那男宠 事实上 二张兄弟本就是太平公主 推荐给武则天的 并不存在酷似薛绍被公主钟情 以及后面的情感纠葛 话说回来 入宫之后的张一芝和弟弟 一起每天半量侍奉武皇 把皇帝哄得很开心 于是两个人一路高歌猛进的升官封赏 周围 苍蝇见到屎一般涌上来 一群屈焰复射的官吏 争着替他牵马地鞭 武家那两位不成器的五三四五成四也在其中 亲族混不过男宠也真是够了 他们还亲切的称呼张一芝为小五郎 啊不对五郎 张昌宗为六郎 大家不要小看郎这个称呼 在唐代 大人一词是对父亲的尊称 下人对主人也没有老爷之类的叫法 当时奴仆称男主人为阿郎 少主人为郎君 所以郎是主仆关系的敬称 咱们的唐太宗李世民同志就被亲切的称为二郎 张一芝和张昌宗身为男宠能被一众朝臣称为五郎六郎 除了人家自身在家中的排行 这些人也是亦在一语双关 台生二丈的地位 认所主子 真是谄媚至极 公元699年 武则天特地为他们设立了控赫府 控赫一指齐赫 就是先人得道齐赫升天的意思 这里面有个典故 汉代记载神话传说的《列仙传》里 有一则周灵王的太子姬晋的故事 历史上这位王子晋天资聪颖 博学多才 友善殷律 可惜英年早逝无缘继位 但神话中他并没有死 而是离宫仿道 驾赫游利于山水间 王子登仙可望而不可及 这也是平民百姓对于贤达早逝的一种惋惜和祝福吧 王子晋困赫飞升的意象 也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百赫先养 今天我们对于百赫的长寿啊 仙气啊道教的联想都来源于此 那么武则天的后空里谁来控赫呢 答案是张昌宗 有宁臣禁言说 昌宗是周待王子晋转世啊 于是武则天就令张昌宗身皮羽衣 骑上一只木赫 在亭内吹冻枭 模仿王子晋驾赫先游的样子供皇帝欣赏 周围一群御用诗人为其献诗唱赫 看到男宠如此受用 有些不知廉耻的官员开始对外宣称 自己更好看 如果武皇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自己可以还武皇一个惊喜 这种风气一旦种下 朝廷就成了寡连贤耻之人的臥土 狄大人和一些职臣见言武则天说 皇帝志在千秋 留此物点疏为可惜 劝他收量一点 武则天还是很倚重敌人节的 所以之后控赫府被撤销 可惜 四年狄格老就去世了 控赫府改名奉承府再次上线 其实控赫和奉承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同一个人 因为刚刚说过的王子晋 他的嗜好就叫制道玉臣皇帝 所以奉承府奉的依旧是王子晋这位玉臣 和当初给薛小宝冠名华裔法师赵建公为武皇做法祈福一样 为了掩人耳目 武则天也给二张兄弟找了个正事做 编撰《三教朱英》 两兄弟作为项目召集人 找了当时一大批的文坛明星 我们在前面节目中所提到的 替武游四写文章的宋志问 为驸马薛少写墓制的崔蓉 给太平公主做男宠的崔石都在齐烈 这些人虽然德行有亏 但文笔也的确是拿得起来的 当然编撰团队也不全是依附于二张兄弟的人 玄宗时期的宰相张月 写《四圣父》的史学家刘知己也在其中 而且公远的说二张兄弟自己的文才也不错 虽然流传下的诗作并不多 但张一知的《松竹其心,兰之其信》 《庆忠而是民主,投分而皆神交》 张昌宗的《三春小院游,千日中山醉》 还是能建出一些功底的 不只是这一个项目 当时二张汇集起来的写作班子有多硬呢? 包括崔蓉在内的出唐、文章四友 李乔、苏卫道、杜沈妍都加入了团队 杜沈妍就是大名鼎鼎的师圣杜甫的爷爷 苏卫道就是我们上期讲库立制度时 发明成与摩棱两可的那位 实称苏摩棱 李乔应该算是个政坛不倒翁 说他不正直吧 他是库立制度下少见的 敢为受陷害的朝臣深冤的人 还救下了敌人杰 说他正直吧 他先后依附二张 为师、古三司 干了很多糊涂事儿 但依然能在中宗朝三度观拜宰相 还得到了唐玄宗的原谅 唤海臣服 他总能服上岸来 也算是失财之外的本事吧 事实上三教诸英 不仅仅是给二张找点事儿做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武则天 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识和作为 我们之前讲过 他是依靠佛教的宣导力量 走上政治舞台的 但是李氏一族所倚仗的道教 千百学子所宠上的儒家 也不能连根铲了 武则天此句是希望儒是道的精华 互通互补 都能得以传承和保留 客观上这是一种文化的梳理与继承 主观上这是调和武理之间 执政者与在野党之间矛盾的 弥合社会意识形态分裂的一种极为高远的政治主张 三教共存就是既不否定武家 也不否定李家 还不否定朝野内外的士族和数族 平衡好三派的势力 这也是武则天晚年还政于李家的一种平稳过渡 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中再次讲到 可惜的是 由于三教朱英的政治意味 编撰者尴尬的地位 使得他在成书之后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 绝大部分已经损益了 仅有的残卷在敦煌被发现 现存于英法两国的国立图书馆 但此书上成文思博药下起太平预览 对于中国类数的编修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实到目前为止 二章都还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之后他们也走上了薛怀义的老路 红极一时开始膨胀 各种违法乱纪的事也干了不少 我们就不细说了 而且渐渐也有很多看不惯他们嚣张的朝臣 拿着这些罪证开始不断的劝谏武则天 武则天也像当初保护薛怀义一样按下了这些诉状 天平已经渐渐倾斜 但二章真正找死的事还是卷入了皇室斗争 其实一开始他们还是压对了宝 二章兄弟明白 武皇再宠自己终究也是个老人 他们的好日子天天都是倒计时 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过去论天过 现在就应该论苗了 如果想荣华富贵细水长流 就得找好下家 他们询问了当时的宰相 也就是举报来郡臣的那位吉须 吉须说 应该压保卢陵王李显 于是二章兄弟就向武皇吹枕边风 虽然最后武则天选择立李显 是有着多方面的综合考量 但二章骑马选对了战队 第一步是走对了 未来星君继位自己怎么说也是有功无过吧 不过后面一步就走得有点奇葩了 间接导致了李显的长子李崇润 女儿永泰郡主 女婿五颜姬以及永泰郡主腹中胎儿的死亡 大家还记得李崇润吗 就是被高宗李治寄予厚望的皇太孙 而五颜姬是五成四的长子 两个人分别是李武两家的长房长孙 被张一芝几句话就给一勺绘了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新旧堂书都写得很简要 大概就是李崇润和妹妹私下里讨论二章 首身的过长 张一芝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了武则天 武则天把太子李显叫过来训了一顿 让他回去教育一下儿女不要乱传闲话 李显回去就让他们自杀了 这件事吧有好几个奇怪的点 第一李家兄弟私下里议论的事情 张一芝是怎么知道的 第二张一芝把人家私下里议论的 不利于自己的话明白告诉给武皇 是什么意图 还嫌自己非一勺武皇不知道吗 而且李显本来就是张一芝压下的一个柱 拉踩自己选择的人 不等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我们一一来分析一下 首先他是怎么知道的 李显还有一个儿子 就是和李崇润同父异母的哥哥李崇福 他是李显的数长子 娶了张一芝的外甥女 也许这个窃意就是从这个路径传出去的 但是这件事是有意让张一芝知道的 还是传贤话无意让他知道的 恐怕只有李崇福自己知道吧 毕竟唯是只有李崇润一个儿子 拉李崇润这个嫡长子下马 他就是数长子 有机会继位是最大受益人 告一状李崇润兄妹 拉近自己和旧丈人 也就是武皇身边红人的关系 对自己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那么张一芝告诉武皇的目的是什么 已经有那么多人奏请武则天处置自己 他还怕自己的锅不够多吗 他是随口一说在皇帝面前抱怨一下撒个娇 还是觉得李显一个宝不够用 他要再多压一重宝 毕竟打击一个不喜欢自己的皇子 拉拢一个站自己一边的皇子 对自己也是有利的 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张一芝和张昌宗 还有一个使命 那就是武皇的耳目 这些人 无论是谁 切意二章 就等于切意武则天的决定和他的治国方式 武皇在传位的过程中 本来就有些犹豫 拉回李显也只给了个太子位 并没有还政的意思 他还要考察 考察谁真正听话 确保自己百年之后 继位者不会搞出反戈一击的戏码 二章上位的时期 库立政治已经结束了 告密举报兴不起什么风浪 整个朝廷的风向也吹向李家 武则天知道大局已定 他希望平稳过渡 所以防危杜贱 耳错木鸣就很重要 二章跟自己关系最近 又跟朝内各派系都没有利益瓜葛 是打探消息最合适的人选 但无论是李重福还是张一芝 恐怕都没有想到这件事的后果会这么严重 自己只是传了几句闲话 却害了四条人命得罪两家人 为氏也把害死自己儿子的李重福视作眼中钉 这个风险收益比差距太大了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这么干 那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极有可能 李显在长期的政治流亡中已经被吓破了胆 他曾经是被父亲认证的一国之君 结果分分钟就被母亲踢下笼椅 在房灵桌的日子也并不太平 宫里的蝴蝶轻拍一下翅膀 刮到房灵就是一场飓风 李显生里死里摊过好几道了 他没有为事的任性 有的只是怯懦和恐惧 宛若惊惊之鸟处处卑躬蛇影 因此母后一震怒 李显的神经立马蹦到一个灵界值了 为了表达对母后的忠心 太子并自意杀之 下令儿子李重润和女婿五颜姬自尽 女儿永泰郡主当时还在孕期 得知哥哥和丈夫同时毕命 一下子接受不了打击 早产而亡一失两命 或许这个结局 做祖母的武则天自己也不愿看到 但千百年来 上面略有精神下面过度执行 矫枉过正的例子 我们还见得少吗 许是出于补偿心理吧 一个月后武则天宣布大赦天下 改元长安 自己也从大周朝的首都洛阳 搬回了属于李家的大本营长安 这已经是归正给李显的诚意 迈出了一大步了 无论如何 一次惬意引发的血案 让李武两家损失惨重 也把张家兄弟直接送上靶心 任谁都会焦虑不已 这之后又几次出现 朝臣状告二张兄弟违法论计 被武则天压下来 二张兄弟诬告与他们不和的朝臣 武则天把朝臣流放的事情 这要是霸道总裁的桥段 武皇简直可以说为了尔等 与全世界为敌了 但与此同时 张家兄弟得罪的人也越来越多 他们搞下来的人 背后都有人 太子李显的人 太平公主的人 还有一众看不惯他们 贪赃王法的正直朝臣 我们再次回到这件事的疑点上来 就是二张兄弟在立李显的事情上明明做了正确的决定 把自己划入到继承人李显的阵营上 为什么又告他的儿子 拆大的大臣 还烧上推荐自己的太平公主 这不是自毁长城吗 他们是真的以为可以凭借武皇的爱对抗全世界 还是真的已经狂妄到邪武皇以令诸侯的地步了 很明显都不是 他们只是慌了而已 武皇在世的时候 二张无论做耳目还是做男宠 无论贪赃王法还是诬陷朝臣 都有人保护 眼见着武皇一天天老了 环似一周 李家 武家 朝臣都是敌人 没有武皇庇佑 他们瞬间就被对方秒了 应激状态下 人就会做出一些过度反应 他们不顾一切的四处开战 就是希望能赶在武皇离世之前 尽量消灭不利于他们的力量 虽然明知道是徒劳的 但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而且他们诬告别人的理由 都是听说某某某要毛反 也算是在武皇面前表明自己还是有用的 尽到了做耳目的职责吧 不过 无论新旧唐叔 还是资质通鉴都可以看到 二张兄弟所谓的应对之策 是极为慌乱无虚的 他们诬告魏元忠 本来拉张月作证 结果张月临场反水 搞得场面极为尴尬 御史台告二张贪赃 应该就地免职 张昌宗说自己有功于国 问什么功 自己都说不出来 还是被称为两脚狐狸的宰相 杨再斯出面解围 说昌宗的功气在于炼丹 为陛下誓要 就是武则天已经病得很重了 宰相臣子很少召见 只有张一只张昌宗兄弟侍奉在策 他们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 赶紧召集人马以备不时之需 可这时候他们所谓的阴谋 早就传出去了路人皆知 请问他们有什么阴谋啊 路人皆知的阴谋是阴谋吗 他们紧急引用捧党防谁啊 还不是防武皇一死 他们俩没有人保护被朝臣围攻吗 说他们召集人马是要篡位 逻辑通吗 篡位的人难道不应该杀掉皇帝才能夺权吗 但他们明显是怕武皇死掉啊 张家兄弟 一个春官侍郎 一个临台奸 没有任何军政实权 给的都是武文弄墨 歌舞表演的权限 拿什么篡权 笔杆子吗 接下来的故事 我们在玄武门见过 在马维坡也会再见 神龙元年 张建枝 崔玄伟 李多座等人 兵分几路 控制住二章的党羽 迎皇太子李显进攻 随即奔进迎仙宫 直接刺死了张义之张昌宗 然后带兵闯入长生殿 告诉病榻上的武则天 二章兄弟谋反 陈等奉太子令诛之 惊扰陛下 罪该万死 武则天能说什么 武则天只能说逼宫而已 老娘什么没见过 啊不是 他只能说 好的知道了 就这样 张义之张昌宗 连同张家其余的几个兄弟 都在神龙政变中被斩杀 世数欢勇 卵取之一息尽 老百姓一拥而上 千刀万剐了 但张家并未就此覆灭 他们还埋了个大雷 就是张义之的外甥 玄宗朝权倾朝野的杨国忠 杨国忠上书 赴一只兄弟官爵 恢复了张家名誉 当然 我们也知道 没过几年 杨国忠自己都被钉在耻辱柱上 但这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说到底 历史上 二章兄弟只不过是因为样貌和文艺才华 比较出众 被召进宫 侍奉皇帝的男宠 他们有意无意中卷进了皇家斗争 最终没有逃脱被斩杀的命运 就是这样而已 不过 本剧赋予了二章兄弟 尤其是张义之更多的心理线 情感线 让这个人物从上位到负面的明线 都有着更为丰富的动机暗线 同时 用相貌相似的巧合 这一戏剧创作的经典方法 延续了太平公主与薛少的故事 填补了观众对于薛平爱情线的失落感 这种再续前缘的巧合 除了长相一样 这种桥段还常见于 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啊 被车撞失忆的同一个人啊等等 本剧中薛平和易平两条线 辩证地展现了长相守和招路员 刻骨铭心和肌肤之亲 情感和欲望之间这些亘古不变的爱情难题 而张一芝作为薛少的镜像人物 为公主也为观众带来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爱情道路 所以有的人会更喜欢薛少 而有的人会更喜欢张一芝 逃除剧中两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动机之差 剩下的其实是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解和价值判断 好了张一芝的介绍就告一段落 后面会跟着剧情我们再做补充 如果大家以为晚年的五则天 真的就指沉迷于美色之中 那就错了 编剧告诉我们 即使是细枝末节的对话 五则天依然能从中察觉政治含义 艳队有些忘形了 还被公主身边的一个少年用剑划分了 是吗 太平有这么回事吗 那个少年可是龙姬 他不但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政变 对自己政治的动摇 还在忧心百年之后继承人的问题 无理两家走向的问题 下一期我们将详细展开 感谢收看本期第二说句 各位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